你刚才也提及如果投资基建股都是买稳固 另一个稳固的选择就是零售的绿色债券 财政司司长陈乐波就在网至预告 短期内就会重启这个绿债的发行 金额就有200亿 特别值得留意的就是大家都很开心的 因为保底息率就会上调到2.5厘 如果通胀高过2.5%的话 就会按通胀的水平去定息 参考去年政府发行第八批的iBond 其实因为大家都在追求一个投资的机会 不想自己去跑输通胀 看到去年其实认购人数就去到71万 省户每人最多就博派三手 这次的绿色债其实预期反应都会热烈的 Anno 你建不建议大家买呢? 如果买的话应该用什么策略?应该放多少金额下去呢? 我想都是说可能我暂时不六万了 我自己看都应该未必会抽得多 那纯粹就是说机会成本而已 但是假设你有一笔钱 放在银行上面本身没东西做的 那现在说就说联储局价值而已 我相信未来半年时间 活期率率都不会升上去的 所以基本上你用手头上 有流动性的资金上面去抽 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你说突然间要用什么 要用一页成本这样去抽 那我就觉得没问题 因为这个案子就是说 你不会抽得多 但是接着呢 你就会去到一个点就是说 假设抽到回来了 第一日立刻有利益 就会去处理想 好像iBond那些状况 究竟应该take profit 还是应该继续持有进去 这个就看你做短线 还是中长线投资深 看你怎样去运用那些资金而已 如果你经常性 在市场短炒的时候 其实就算你不抽 这个绿色债件 我想对你的整体短炒 那个瀑布 不会有很大影响 因为你那个波动性 一天 喂 2-3%总会有的啦,那你抽完nock着笔钱,等很久才有 大约2-3%左右的回报,不会特别花雪 所以你讲这些债券一定是适合给一些长线投资者为主 但是由于认购金的规模上面,你不会很大 你不会把债部分的资金或者可能债券的配置上面放入去 所以其实就,这些我觉得到,看看对于什么类型的人 如果你讲经常都是,有些人在股市上面想着赚差钱而已 赚几百元左右,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择来的 低风险低回报,但是你讲,如果你本身是做短炒的 那其实都不会有太多肉食的,道理就像以往Ibon那样 所以分清了自己想要些什么,我觉得可以抽的,因为始终讲这些都 都稳定回报那么大,但是没必要那么大手,因为都不会抽得多 可以抽到更多? 解架 解架